男人踏进高级会所 脱下外套顺势躺平 尽情享受两位小姐姐的热情款待 紧接着一位女人缓缓走下楼梯 笔直站到男人面前 财阀的快乐这就来了 白天 条大昌是上街游行的一员 他高举双拳 为自己加油助威 为成功当选总统 甚至双膝跪地 向群众叩头败血 再三担保自己日后一定顺应名义 可晚上 他就恶魔附体 拿起鞭子 一下下朝自己的妻子美英抽取 尽管对方苦苦求饶 也没有一丝要平手的意思 这天 为揭露丈夫丑恶嘴脸 美英带着墨镜悄悄来到一家手机维修店 他希望维修店的善语 帮自己修复里面的数据 只要成功 开多高的架都可以 善语答应了 可很快 他就被美英吸引目光 他认了美英 因为他不仅是大红大紫的明星 也是自己的梦中女神 他承诺 自己一定会竭尽所能 眼看对方眼神满是赤诚 美英没有多说什么 起身赶紧走了 可殊不知 善语并非证人君子 他虽开着手机维修店 却总会趁顾客不注意 偷偷恢复顾客手机中 已经删除的美账 并以此威胁顾客 索要巨额维修金 而几乎每一个院种顾客 都会选择花钱消灾 第二天 善语早早起床 坐在电脑前修复美英手机 突然间 他睁大了眼 因为他看见自己的女神 竟然满背鞭狠 虽然很心疼 但他还是向美英 开出五百万高价 谁知美英竞嫌他要的太少 反手给他转账三千万 至于多支付的那部分 全当封口费 临走时 美英再三警告善语 千万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小心往火自焚 说吧 拿着优盘离开了 但还没跑几步 就被一辆黑车拦住取路 那是朴大昌派来 跟踪自己的金秘书 到家后 美英告诉朴大昌 自己只是出门买胡椒粉 朴大昌竟直接找他索要发票 还问他便利店在南边 为何却从北边回来 严仇美英进退两难 金秘书赶紧提醒朴大昌 该去高级会所做运动了 男人抡起鞭子 一下下抽打双膝跪地的妻子 哪怕妻子满背伤痕 不断求饶 也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 全英妻子出卖了自己 一天前 美英找善语维修手机 并警告他绝不可 把里面的内容公之于众 善语表面答应了 可背地里却将此事 告诉自己的发小二毛 得知议员家暴明星妻子 二毛当即提议将此发布到网上 从而向朴大昌一家索要更多钱财 于是趁往巴黎两个小哥外出抽烟 他们将照片全部曝光 本以为迎来的 将是光明璀璨的富贵人生 殊不知危险悄悄降临 财大气粗的朴大昌 不仅一夜之间删除所有网络照片 还顺藤摸瓜 派人四处追杀善语 关键时刻 美英出现了 他就下善语后告诉他 他搞砸了自己的所有计划 原来美英知道朴大昌有一个小金库 他去维修手机 就是为了整理朴大昌的罪证 然后悄悄查出金库位置 等朴大昌大选之日 就是他在媒体前曝光一切之时 可现在他的计划全被善语毁了 不过生气归生气 美英还是决定联手善语 一起寻找秘密资金 事成之后一人一半 达成协议后 他将善语放到安全地带 独自返回酒店 果然金秘术赶了过来 他敲开美英房门 可出来的却是另一个女人 就在金秘术与女人陷入僵局时 美英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过来 他任凭金秘术拍下一张照片交叉后 与女人一起进屋了 原来女人也是一位议员 因为被美英拿走了手机与钱包 才出手帮他圆谎 不过他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接触美英 找到对手朴大昌的弱点 看着美英满辈的伤痕 女议员很惊讶 但也内心窃喜 他当即派狗仔跟踪美英 是要拍出他被家暴的证据 可第二天 狗仔就被朴大昌的人抓住 但朴大昌未惩罚他 大放给他五个亿 并将他打进了阿西 晚上美英偷偷在朴大昌查理下药 眼看药效发作 赶紧起身帮善语黑进朴大昌手机 查找金库 可金库没查到 却查到了女议员与财阀的红尘室 而这既是女议员上尉的手段 也是朴大昌打败女议员的铁证 至于朴大昌的手机 也被善语24小时监听 得知美英因为超时外出 被朴大昌囚禁了起来 善语索性拿照片威胁女议员 将美英成功救出 并带着美英与二毛到郊外帐篷中 共同监听朴大昌手机 果然他们听到了一个大秘密 男人半夜上厕所 却发现女神正艰难擦药 他不顾对方反对 闯进房间 细心为其涂抹 恍惚间女神拉住了她的手 两人四目相对 情投一合 简单马赛克一晚后 美英善语以及二毛赶紧出发 来到郊外一栋别墅 因为他们通过窃听得知 朴大昌将在中午十二点 到这进行一个秘密交易 他们断定 这里就是朴大昌小金库所在地 简单在草丛埋伏好后 善语与美英嫁起望远镜 仔细观察 果然 朴大昌在女佣簇拥下 慢慢踏进别墅 紧接着一位年轻女人出现了 她不是别人 正是朴大昌的未来儿戏崔贤珍 几天前 她还曾与未婚夫朴子了 一起回家见家长 可转眼见 她便在朴大昌要求下 露出勉强笑容 随后崔贤珍一看朴大昌勾手指 便立即上前 跪到她面前 小心为其服务 就在善语与美英看得津津有味时 朴大昌身边的保镖追来了 他们通过反窃听 捕获了善语几人的准确位置 就这样 三人被带到朴大昌面前 为不拖累善语与二毛 美英担下了所有职责 她希望用自己的命 换两人自由 可一旁的善语不忍女神离世 她大骂朴大昌不是东西 很快 朴大昌被激怒 她递给美英一把枪 告诉她只要在三枪内杀掉二毛 就放了她与善语 美英小心翼扣动扳机 第一次她打歪了 随后她又举起枪 可还没扣动扳机 一声枪响 二毛身负重伤 开枪的正是被朴大昌受益的精密术 紧接着朴大昌拿起机枪 下令射杀三人 谁知他们刚要动手 朴泽来了 原来被抓前一刻 美英曾打电话通知朴泽 他的女友正在这里做坏事 得知女友就在房间内 朴泽气冲冲走上了楼 果然 她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崔贤真 眼看崔贤真将刚刚发生的事 全部抖了出来 尾随而至的朴大昌索性一枪解决掉她 并下令小弟们立刻杀掉善语与美英 就在几人对峙时 朴大昌被人身后暴走 而那人 正是儿子朴泽 眼看爱人与父亲双双离开 他也没了活下去的欲望 影片的最后 女艺员成功当选总统 二毛被及时抢救过来 至于美英与善语 他们靠朴大昌留下的小金库 开豪车 穿名牌 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日子